綠燈號車亮起 騎士們陸續要左轉 突然畫面右方一輛計程車 直接攔腰撞上 事發在七月三十一號凌晨 新北市重新錄一段跟環河南路口 當時林小姐發生車禍 整個人被撞飛 原先以為還能走上救護車 但其實傷勢很嚴重 但是我發現她衝過來的時候 我已經來不及了 對 我已經被撞上了 然後當下我就飛出去 翻滾了一圈在地上 我嚇很大 對 那因為真的很痛 然後當下還沒有辦法呼吸 林小姐嚇傻 自己遵守交通號制 卻碰上違規計程車駕駛 而這一狀導致肋骨斷了五根 還合併氣血胸 好險命是撿回來了 醫療花費將近三十萬元 加上精神損失 還請專人照護 要求賠償一百四十四萬 沒想到卻被說 我就沒錢負了 當下有跟她說 如果你賠不起 那可以來跟我們談金額 而不是說當下直接叫我們告她 對 我們也都很有誠意 說知道這個金額你可能賠不起 但是你要有誠意來跟我們談這件事情 回到事發現場 重新錄一段跟環河南路 剛好是個梯子路口 可能因為臺北橋在上方 導致燈光比較昏暗 肇事駕駛沒注意才會撞上 根據事故分析表 計程車駕駛肇事原因 確實有闖紅燈的違規事實 只是說肇事駕駛今年六十三歲 可能因為上年年紀 加上晚上視線模糊 而計程車又只能開到七十歲 駕駛表示 賠償金額要上百萬拿什麼賠 寧小姐決定提告 但發生車禍 如果遇上肇事者沒錢該怎麼辦 如果本身是因為工作而駕駛造成的損害的話 依照民法一百八十八條的規定 僱傭人跟受僱人是可以負擔連貸的賠償責任 那就可以將這個嫁害人的雇主 一併納入求償 其實每台車都得強制保第三責任 險建議新車再加保其他車險 避免發生車禍 大筆金額付不出生計演出現問題 TVBS 真身為林立新本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